跟随美国 德国法国意大利竟然出台法律禁止中国投资 这段时间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继续发酵 特朗普政府先是对中兴开出罚单 紧接驻右对华为开展调查 理由依然是威胁国家安全 窃取先进技术等老掉牙的说辞 然而 另一个国家似乎也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 打算像美国一样限制中国获取技术 据外媒报道称 德国经济部长尔特梅尔在4月26日表示 德国政府在考虑进一步加强限制 阻止中国和其他对手在通过收购来获得关键的技术 另据路透社报道 德国国内智能机构负责人也在近日发出警告 中国企业收购德国高科技公司的举动可能会损害德国经济 根据德国目前的法律 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收购德国公司超过25%的股份 且交易涉及关键技术等国家安全问题时 德国政府有权阻止该交易 换句话说 外国很可能最多只能控制德国科技公司25%的股份 但是许多德国人觉得这样还不放心 德国有一个最富裕的州叫巴伐利亚 它也是德国最成功企业的云集之地 西门子、宝马、阿迪达斯等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 据德国奥格斯报汇报报道 这个州为了限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正在讨论通过一份政府干预外国投资的提议 将这个干预门槛应该降低到10% 其实 巴伐利亚出台这项计划的一个背景是 中国国家电网打算收购德国电网运营商50赫兹20%的股份 国家电网我们都很熟悉了 50赫兹则是德国四大电网运营商之一 其电网覆盖德国东部11万平方公里 负责驻约1800万名用户的电力输送 关键是 这家公司风力发电的技术非常先进 如果国家电网收购成功 对我们中国的能源转型也大有好处 然而 就在国家电网拿出8亿欧元准备完成收购时 突然被一家比利时的公司截胡了 比利时电网运营商英列宣布行使优先购买权 以9.765亿欧元的价格抢先买走这20%的股权 尽管德国官员不愿承认 但有多家德国重要媒体透露 其实是德国政府主动联络了比利时英列 说服了他们在中国国家电网之前抢先下手的 就这样 尽管中国公司的这笔收购没有触及25%的红线 依然在德国政府的干预下泡汤了 更有甚者 德国还打算和法国 意大利联手 一起推动欧盟完成一项新的甄别机制 以便更好地控制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敏感技术的收购 德法医是欧洲的领头羊 在他们的带头吆喝下 整个欧盟都患上了中国恐惧症 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一大批中国企业在欧洲四处碰壁 损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如此看来 苦心积虑阻止中国收购技术的德国 与对中兴华为痛下毒手的美国其实是以秋之河 西方已开发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其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德国和美国是真的对中国资本的进入感到害怕 历史仿佛又回到了百年前鸦片战争前的节点 这一次打算闭关锁国的竞成了欧美列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